130美军援衣 教廷罕见支持 昨天凌晨 英国空军在伊拉克北部山区投下一箱一箱的物资 救援数万名受困的雅兹底教徒 但是仍然不足 自称伊斯兰国的伊斯兰逊女派激进组织在伊拉克攻城掠地 逼迫基督徒及雅兹底教徒改信伊斯兰教 否则砍头或活埋 数十万人惊讨流浪 残酷的暴行国际间无法做事 美国前天赠派130名军事顾问 写出伊北库德族自治区对抗IS 教宗方济各昨天致喊联合国呼吁以一切手段 恶阻伊拉克少数族群的人道悲剧 东新闻综合报道